來,我們來看看一些題目 這題說,碳酸氫鈉粉末預熱分解方程式寫給我 有42公克碳酸氫鈉完全分解,請問有多少公克的二氧化碳 如果按照我的教法叫做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乙滋跟索球換成末,末素筆就是均衡細素筆 所以第一個寫方程式並且平衡,題目給了不用做了 第二個叫乙滋跟索球都換成末 這裡面乙滋的是碳酸氫鈉,索球的是二氧化碳 問的都是質量,給的也是質量 質量怎麼換末,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我需要知道原質量分質量 碳酸氫鈉分質量,二氧化碳分質量算完 然後用質量去除它,就會求出末 所以碳酸氫鈉分質量是末,二氧化碳不知道幾公克要求x 然後處理就變成這麼多末 那有了末,就把末套回去剛才的均衡係數 看到係數是,碳酸氫鈉分質量是2,二氧化碳是1,就是2比1 所以我那個算出來的東西就是2比1 末素筆就是均衡係數2比1 然後呢,就做完,然後呢,答案就11公克 這就是我傳統上教同學的方法 OK 那有人說我用質量算,那質量算怎麼算 就要找質量嘛 那個2MHCO3是兩末的意思 那末要怎麼變成質量,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算出來這裡,要168 產生二氧化碳是1末,二氧化碳分質量44 所以44克 這告訴我,168公克的碳酸氫鈉會產生44公克的 二氧化碳 那你現在給我多少,給我42公克 這是幾倍啊 四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左邊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幾克?11克 可以答案11克 答案11克 知道嗎? 又是用質量的牆好去做的 OK 好 換你 雙氧水分解 68克雙氧水過氧化氫 能夠得到幾公克的水 好,幾公克的水 OK 請問 這樣 可以多少呢? 好 幾公克的水 六十八公克 你要用質量算也可以 你要用我家房子算都可以 隨便你都好 我都會做講解 我都會做講解 來 可愛大美女 霹靂五號 霹靂五號 你多少 三十六 請坐下 你說三十六克 好 好,來 一樣第一步 解方程式的平衡 不用了,已經給了 第二步 乙氏跟鎖球換成墨 乙氏是68公克過氧化氫鎖球是幾公克的水 都是質量 所以要用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來算 那我們就需要找到分質量 好,雙氧水過氧化氫分質量 水的分質量 然後呢 就把它帶 六十八公克除 分質量變兩墨 那假設它有X公克的水 然後呢 去除就變成這麼多墨 第三步叫做 墨數比就是均衡 係數比 那看到係數一個是2 一個是2 都2比2 你連消都不用消換 就直接寫2比2就好了 就寫2比2就好了 那就往裡面算 然後呢 就算出來 叫做三十六公克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是用我叫的方法做的 也可以用質量去做 好,一樣寫完 這有一個過氧化氫 二是兩墨 是要多少 兩墨要乘原質量或分質量 然後呢 產生水 也是兩墨 然後乘以原質量分質量變質量 好,這是告訴我 六十八公克的過氧化氫 產生三十六公克的水 現在有六十八公克 那幾倍啊 就一倍嘛 那左邊一倍 右邊也一倍嘛 所以多少 三十六公克 我做完了 不知道 OK,這是用質量想法去做 下一題 請問你 電解水 電解水 要得到十六公克的氧 需要電解幾公克的水 好,電解水 要得到十六公克的氧 要電解幾公克的水 來,停車 戰界問 你的答案是 我追 來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你們有三六嗎 有 三六 展翼大哥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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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抱十八 有人抱十一 你不聽喔 來,我教的方法叫做 寫方程式並且平衡 不用寫題目給了 第二個叫做 以字跟手球都換成末 都是要質量 所以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我就需要知道分質量 然後呢 去除 去除 然後呢 這樣除完 氧的末 然後水呢 X公克的水的末 第三個叫做 末數比就是均衡 係數比 把它大到比 比多少 水是二 氧是一 所以就一比二 數學做完就十八公克 這就是用我教的方法做的 換成質量做咧 一樣嘛 來 我給的是氧 十六 那氧這邊要幾克 一末氧氣 一乘三十二 三十二公克 水 兩末的水 二乘十八 叫三十六 叫做 要產生三十二克的氧 需要有三十六公克的水 現在有十六 多少 一半 二分之一 所以 右邊一半 左邊一半 一半 滑吹 十八 十八 就做完了 大家就知道十八公克 就這樣做吧 就這樣做了 所以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 做的一些最基本的 化學技量的練習 OK